越南刚刚获得统一和新生 中越关系便迅速恶化了 此事足以让世界瞠目结舌 越南当局为什么会对中国突然翻脸 其源流却也无需追溯的太远 可以说越战期间发生在柬埔寨的一次政变 为后来的中越交恶写下了伏笔 柬埔寨是越南的西南邻国 越战期间中国的元月武兹 主要通过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 和途经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 运抵越南南方 驻越美军对这两条漫长优深的补给走廊 和大部队运动通道深感焦虑 在军事上的办法 已尽于穷尽时 打出了一张政治牌 1970年3月18日 美国策动柬埔寨首相朗诺 副首相施里马达发动政变 推翻了对胡志明小道 采取默许态度的西哈努克亲王 接着十万美军涌入柬埔寨 大力清脚胡志明小道 当越军的后方补给通道 受到严重威胁时 其难堪与被动已尽在不言中 这就是政变后的朗诺 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时 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出访途中 他很快便做出了反应 在北京领导成立柬埔寨 民族统一战线 接着又成立统一战线领导下的 亡国民族团结政府 领导国内人民展开抗美救国战争 美国则在柬埔寨 拼奏出一个以朗诺为总理 施利玛达为副总理的内阁 接着又选出一个所谓的高明共和国 由朗诺担任总统 朗诺一上台 立即对西哈努克港下了手 中国圆越装备物资中 有相当一部分被扣留 这使潜入南方的北越部队 面临断吹的危险 中国方面只有加大通过 胡志明小道的货运量 来弥补北越部队物资的不足 但朗诺的首都金边并不太平 有一支武装力量 不断对金边发起袭击 它就是被西方称为 左翼革命集团的红色高棉 它本来是在反对西哈努克的起义中形成的 六十年代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和部族起义 但在国难临头时 作为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又参加了反对朗诺集团的斗争 并在整个柬埔寨农村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红色高棉的斗争在打击朗诺集团的同时 也在保护着胡志明小道途经柬埔寨的路段 胡志明小道在柬埔寨境内的两端 北端是与老挝相连的拉塔纳基里 南端是柴珍省 该省的鹦鹉嘴地区是小道的终点 也是中国圆越物资进入越南南方各根据地的转运站 朗诺的军队奈何不了这几处要地 一个重要原因是红色高棉在牵制着朗诺军队 那段时间是红色高棉与北越正规军队蜜月期 红色高棉的斗争浪潮在一定程度上 以越南战场的形势变化而起伏 而在那时 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明智地认为 美国真正的利益 绝不在越南的沼泽和水网稻田之中 因此不断地从越南撤军 由此越南人民军渐入佳境 进入全盛时期 在河内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表示了北越对统一全国志在必得的决心 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了 在印之半岛的这个不大的国家中 拥有一支足以与大国抗衡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总兵力已达到150万人 是世界上军队占人口比例最大的 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一 1975年初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坐到了一起 商讨发动胡志明战役 就是在美军即将全部撤出越南之际 发动总攻 一举收复南方统一全国 但这次战役并不仅仅解决越南异国的问题 还包括向朗诺政权报一箭之仇 朗诺发动政变上台后 对胡志明小道的吸扰 给越军造成的被动局面 人们记忆犹新 因此总攻中也要一举扫荡进边 1975年3月 越南军民发动了春季总进攻 并顺利地进行了西元战役和顺化 陷港战役 消灭和瓦解了南越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的全部军事力量 接着又于4月9日发起了以西贡为主要目标的胡志明战役 在此过程中 越军分兵一步 协助柬埔寨乔森藩领导的武装力量 和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 向朗诺政权发起总攻 并于4月17日解放了柬埔寨首都金边 这比北越军队解放西贡还早了13天 朗诺在金边失守前跑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去了 朗诺的旧账算了了 战争的帷幕在柬埔寨也徐徐落下 但金边却在越军的间接控制之下 这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情绪 在柬埔寨人的头脑中渐渐苏醒了过来 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 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在这个国家 法国的殖民统治很深入 越南上层人士普遍说法语 信奉天主教 在印度支那半岛上 法国的殖民地不仅是一个越南 还包括越南的西北邻国老挝和西南邻国柬埔寨 在这三个国家中 越南的面积最大 法国殖民当局是从河内对老挝和柬埔寨进行统治的 或者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了一个以河内为中心的 越老挝三国殖民地组合 作为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讽刺 为独立而斗争的人 有时也会继承前任殖民统治者的帝国抱负 法国人从越南撤出后 在河内有些人的心目中 越南就是法国印之遗产的继承人 而这份遗产中包括了老挝和柬埔寨 在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中 规定了以17度线划分越南南方与北方 同时规定了非军事区 老挝和柬埔寨的不幸 正是在于他们的国土为北越部队绕过非军事区 进入南方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 在此后20多年的越战期间 越军充分利用了这两个国家的土地 也随之培植出了 把他们与越南结为一体的印之联邦的梦 漫长的越南战争 给越南人垂打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 能争善战的军队 他们装备着中国和苏联的现代化武器 并接收了50亿美元以上的美式装备 既然拥有所谓第三军事强国的巨大本钱 现在是不法国殖民者的后尘 建立印之联邦的最好时机 况且建立这一联邦的所有节目 都已在越南战争中彩排过了 为建立胡志明小道 越军控制了老挝的南部 为收拾朗诺 并在柬埔寨树立起一个侵越政权 越军攻占了金边 在越南政府看来 印之联邦已是一锅炒好的菜 再回锅热一热就行了 很多年以来 印度支那半岛举世瞩目 在越南统一后 各大国仍注视着这个难以平静的地区 接着会发生什么 为独立苦战了这么久 一旦取得独立以后 又要剥夺他国的独立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郑重警告越南 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柬埔寨的闲马上绷紧了 这时在柬埔寨掌权的是波尔布特 据其人自述 他年幼时当过和尚 成年后既参加过抗法战争 又曾在法国留过学 回国后 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为高棉劳动党创始人之一 朗诺政变后 他领导的红色高棉揭竿而起 担任全国战场指挥部主席 在越军帮他打下金边后 出任检政府总理 国民军总司令等职 期间大搞极端政策 造成大批人员死亡 他在一定程度上 是靠越军的刺刀撑着台面的 但也要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 他要求越南从侵债的柬埔寨岛屿上撤军 又要与越南签订一个意在互不侵犯的条约 波尔布特对越南当局的戒心显露无遗 越南决议要换马了 1977年年底 越南在苏联支持下 对两年前还肩并肩战斗的柬埔寨 发动了无装进攻 这场仗先是打了三个月 在捡人民军的反击中 越军被击毙击伤近万名 而后越南重新调整部署 又以15个师近10万越军分兵齐路 于1978年12月15日再次大举入侵柬埔寨 1979年1月7日占领了金边 次日即拼凑出韩桑林傀儡政权 波尔布特则躲进了深山 让世界惊异的是 钦简的成功并没有使越南止步 反倒把他的胃口撑大了 城门失火 殃及持余 泰国与柬埔寨有着806公里的共同边界 越南为迫使泰国就范承认韩桑林政权 遂陈兵减泰边界制造边界摩擦 钦简越军多次以种种借口对泰国发动军事入侵 不但是泰国边境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泰国的主权和安全也受到了直接威胁 成千上万柬埔寨难民拥入泰国东部边界 数不清的越南炮弹落在泰国村庄 越南小谷部队对泰国边境难以计数的进犯和偷袭 给泰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造成严重破坏和伤亡 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忠实盟友 但美国在越战中已被东南亚的事情搞怕了 泰国军队只得凭借自己的力量 还击越军的入侵 越南领导人对美国无心回到东南亚这点 认识的透彻至极 而自己背后又有苏联撑腰 所以放胆撩惹泰国 现在观众看到的画面是泰国陆军拍摄的 越南军队侵入泰国边界时 被泰军重创的镜头 在越战期间 中苏两国都在圆越抗美 所以三国间以战争这个大局为重 倒也相安无事 但越战结束 中苏之间的对立 又在印之问题上突出出来 而对越南领导人来说 这时已经没有必要在中苏之间走钢丝了 所以只要有苏联作为他的靠山 为他完成印之联邦霸业 而不惜在战争结束的第三年 又在印之学着美国的样子 大打出手了 这里是南中国海 在南海的大陆架上 发现了储量丰富的海底石油 早在越战尚未结束时 南越当局就盯上了这里的海底石油 并为夺取属于中国领土的南沙群岛 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 结果迫使中国南海舰队 对非法侵入中国领海领土的南越海军 进行了西沙自卫反击战 一举收复了西沙 当时南北越是针锋相对的 但很难说中国海军严惩了南越海军 北越人会心里舒服 苏联当局对这事掌握的挺是火候 此刻放风说南海岛屿归属未定 这实际上是鼓动越南北方政府 统一全国后继续在南海诸岛上 与中国一争 默契就这样形成了 它已显示出苏越战略交易的雏形 1975年4月后 越军就占领了南沙群岛十余个岛礁 正式向中国提出对西沙南沙的领土要求 同时 煞有见识的把中国西沙南沙作为它的领土 在南海诸岛周边领海招商 进行在中国领海开采石油的商业谈判活动 继南越海军之后 统一后的越南海军也派出军舰到南海诸岛水域游翼 以致闯入中国领海 并强占中国岛屿 继而在岛上休工事 1975年9月 继北越军队解放南越全埔国土仅数月时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就向在中国访问的越南领导人李隋指出 中方有充分材料证明 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领土 本着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 邓小平做了以后可以商谈的表示 但此后越南不仅没有改变其错误做法 反而变本加厉的抢占南沙群岛岛 企图长期霸占 致使这一海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加码 并终于在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间 引发了武装冲突 事情到了这一步 越南领导人的扩张欲已无法掩饰 越南当局不顾事态扩大 一面在西沙南沙群岛与中国军队摩擦冲突 一面到处承接外国财团在那里开采食盈 越是外商有意向在南中国海开发的石油项目 越南当局越是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准备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拼一拼 1976年12月 越共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老资格的李笋出任总书记 他在会上做政治报告 提出要继续发展与老窝柬埔寨的特殊关系 一个本当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国家 却扭曲地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 越军堵塞了中运边境的通道 这些战争期间运送援越物资的门户 在战争结束后 到被长期接受援助的乙方封死了 越军不断武装蚕食中国领土 制造边境冲突事件 殴打中国的驻陆部队 看到这些 人们通常要用忘恩负义 背信弃义来解释 其实作为邻邦国家越南 本不必如此出格 越南所做的这些 纯然是被印之联邦的战略利益 所驱动的 中国如苦寒心圆越的目的 绝非是为了培育一个小霸王 因此越南领导人 是中国为其建立地区霸权的最大障碍 1977年初 越南国内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 仅春夏间就驱赶华侨16万多人 越南以反华换取苏联对其建立 印之联邦的支持 1978年11月 苏越双方签订了实质上 是军事同盟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这两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恶性循环 即越方对华下手越重 苏方支援他建立地区霸权的力度 也就越大 苏越结盟的次越 越军入侵柬埔寨 而在越南侵柬的次越 1979年1月 中国领导人出访美国 在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 为恢复中美关系提供框架的 几项协议后 邓小平在白宫玫瑰园中宣布 中国将站在柬埔寨一边 反对越南侵略者 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卡特有些不安 委婉地提起美军在越南的教训 而邓小平则一笑置之说 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就在邓小平说这话里 大批中国军队正向中越边境集结 半个多月后 中国军队的自卫反击战便打下了 东线部队要吃掉的头一个目标 是越军驻同登第三师第十二团 在友谊官耍枪弄炮 杀害中国边民诸事 就是该团所为 中国方面的忍让 被他们误以为是软弱可欺 以至于曾放风说 打到友谊官吃早饭 打到南宁过春节 但东线部队仅用一天功夫 就报销了这个要到南宁过春节的英雄团 西线部队的第一个目标是老街 老街是名副骑士的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既有中国原舰的发电厂 也有当年法国人修建的钢筋水迹工事 他们都被越军用之于 对中国边防部队的作战 但中国军队的打法十分灵悟 经两天激战 几条线一宁紧 便冲入了老街市区的街道 正是在老街这个地方 越南当局出于反华的需要 大肆驱赶华侨 甚至派一个师的兵力包围华侨住区 把五万家华侨商店和企业抢光 大批华侨从老街回国途中 被拦截 毒打 惨遭侮辱 这却是越南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 原将自中国的云南 流入越南 在越南境内称为红河 早在抗法战争期间 红河上的介桥 就是连接云南和越蒙越北根基地的枢林 在中国圆越抗法战争期间 与中国广西相连的同登指路桥 成为中国圆越物资的运输书领 是美军飞机指引要炸烂 中国高炮部队重点保护 铁道兵部队重点修复的书领 在这次四位反击战中 越军破坏了他 而中国工程队则又一次修复了他 从广西近西开机的边防部队直指越南高平省的朔江 朔江是省会高平的西北屏障 山石林立 丛林茂密 是最适宜越军作战的地区 但中国部队毕竟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英勇之士 朔江全级被攻克了 拿下了朔江 东线部队又从西北向高平压过去 攻打高平的主力 是广西龙州开进的另一支部队 越军在通往高平的公路上摆架重兵 各处了一个永备 参战部队却从山外出现越军的体系 越军没想到中国边防部队会从山外出击 因为这里是喀斯特地貌 到处都是溶洞和怪石 很不适合坦克行动 在这种地形上开进 在各国坦克作战时上是没有先例的 但中国坦克居然牛车小路上开辟了公路 攻下了福河 以坦克为先道 沿四号公路向高平提进 越南守军为阻止这支部队竟扒开了水库淹没了道路 由于沿途淤泥深达一两尺 中国边防部队汽车步行 在东线的参战部队中 几乎在每个建制单位中都有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 他们或是在红军时期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所向披靡的先锋 或是在抗日风火中威震敌胆的凶势 其中更多的是解放战争人战功卓著的英雄集体 这一次他们决定在新时期打出新的威风 由于正面进攻部队和穿插部队配合一致 全歼了高平守军 而且由于进攻部队在越军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出击 大胆穿沙 走远路 走险路 从守军背后奇迹高平 致使高平守军也大步背奸 中国军队于2月25日一举攻克高平 高平市委大楼和行政机关被中国士兵占领 中越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结束了 中国军队在打扫战场时收缴了大批苏军装备 他们大多数是越战时期遗留下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苏联当局近年提供的 令人瞩目的是冰雹20-122火箭发射架和火箭弹 必须提及抗美救国时期 越军的装备主要是由中国方面提供的 如中国生产的仿苏AK-47型冲锋枪 是越军的基本装备 它的一次装弹量仅30发 一些外国兵器专家认为 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质量 都比不上美国步兵的M-16冲锋枪 但从越战的实践来看 中国的冲锋枪比M-16的可靠性强 这些被俘的越南军人中 有的在中国学习过 越军的许多指挥员是在中国培养和深造的 高级指挥员一般入南京军事学院 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 越战期间 这两所学院中都设有越南班 迎联指挥员则由桂林步兵学校训练 打开越军的仓库 里面堆满了中国圆越的物资 此情此景 连年轻的中国士兵 也难免发出了与年龄不相乘的沧桑之铠 1966年下 李森率代表团访华 要求中国政府加大援助 郑恩来重申了毛泽东的话 凡是越南需要的 我们优先供应 当时中国政府 把越南的援助 看作是援外工作中的 头等重要的事情 越南部队身上穿的 鞋带的 基本上是由中国提供的 这些往事 在中越这两个重情重义的东方民族中 本应成为中越传统友谊的佳话 却被越南当局如此轻易的抛在脑后 以至于走到了这一般田地 正是在这一地区 在越南抗美作战期间 1972年至1973年 中国军队先后调动工程部队和民兵8000多人 配备大量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 铺设了五条圆越野站输油管线 总长159公里 连同配套件的油库 蹦站 通讯设施和铁路专线 共完成土石方十多万立方米 在圆越抗美四年中 中国通过这些输油管道 向越南输送汽油柴油近130万吨 占越南北方当时总量的一半 东线部队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后 又返回头去青角战场 那些躲在丛林山洞里打黑墙的特工 一个不漏地被打扫出来 队越自卫缓击战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西线参战部队在攻下老街后 又归尸甘塔 越军急忙掉316A10 沿10号公路持员 该师是越军主力之一 号称英雄师 他是苏式装备 越军各部队的单排骨干训练 均由该师服务 自为反击战打响 越南当局称随时准备用该师 吃掉中国的一个主力师 不可估计的是 越军是经过连续30年战争 锻炼出来的一支军队 与法国人和美国人 都真刀实强地打破仗 可谓实战经验 从武器装备上比较 越战结束后 越军缴获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 美国先进武器 苏联又援助了大批军援 可以说是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装备 武装起来的一支部队 越军入侵柬埔寨后 为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自1978年开始重新征召已经复原的老兵入 征兵年龄 从16岁至45岁 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高龄征兵的国家 当时越南在柬埔寨的驻军已超过20万 在老挝驻军5万 总计在国外驻军25万以上 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占世界第三位 经过长期战争和多年的扩军备战 越南自是世界第三军事强 但中越双方已交战 号称越军王牌军的316A时 倒几乎被吃掉 他持缘甘塘时 被中国的阻击部队堵在了戴乃 戴乃阻击战打得很激烈 最终越军没有能够前进一步 而中国参战部队 却完成了对甘塘的合围 甘塘并非省会 越南当局为什么要动用王牌部队 守住这个不大的城市呢 在越南远不发达的工业中 甘塘是越南重要的林生产基地 越军被命令死守这个放居 结果仅两天就被中国军队完全占留了 拿下甘塘后 西线部队连续战斗 冰服卸甲马步层蹄 连续攻下朗中 攻下朗多 要攻下风土 随即向沙巴开进 沙巴山高坡斗 一手难攻 中国参战部队既沿公路实施主攻 要分兵一部分分析沙巴策后 三月四日火晓 主攻部队与穿插部队在沙巴县城会师 在西线参战部队进攻沙巴时 东线参战部队已展开了过清亮山外围的战斗 亮山是越南北方的战略要地 是通向河内的大门 由越军精锐部队第三师防守 亮山之战从二月二十七日八十开始 东线参战部队分兵三路 相继攻占了越军前沿阵地主要点 中路主力部队由同登向亮山进攻 左翼和右翼助攻部队进行配合 于二十八日兵临亮山之下 亮山之敌已被合围 在亮山的东边 东线参战部队某部 被侧营亮山之战而攻取陆平 合金守敌一百二十三团 及其其他两团各一部 外加一支越克攻 又于三月三日强渡西红河 占领了弥迈山 堵住了亮山守军南逃之路 亮山之战是对越反击战的高潮所在 视为巧合的是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 中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陈庚 就指挥全歼了亮山的法军勒巴热兵团 对亮山的总攻打响了 西红河 西红河 横贯亮山市 把市区分为南北两区 中国参战部队先攻下北区 而后向南区发展进攻 经过三月四日一整天的激战 攻入南市区的部队 打下了市南部的十座高地 一个战斗班突破火网 攻占了省府大陆 三月五日下午二时 中国战士冲上了亮山市南的主峰 亮山以南制高点 全部被中国部队控制 至此宣告亮山之战结束 通往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 从对越四位反击战开始 一直到攻克亮山 所有的战斗都是在南北部的山区进行的 在山区作战 大兵团难以展开 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 而从亮山往南 就是一直延伸到河内的平原 这是亮山战道结束后 我军军事记者拍摄 硝烟被散中的我军战士 正是这些新时期我们最可爱的人 用血肉之躯 捍卫着我们共和国的尊严 用他们血染的风采 体现着我们共和国的光源 他们将从抗美援朝战争 中印边界战争等等 那些我们共和国的自卫战争中的 无数英俗一样 拥载我军光辉力成的使策 中国边防部队攻占了 亮山 高平 老街三个省会和 铜灯 陆平 七夕 拖浪 浮河 下浪 硕江 甘塘 沙巴风土等 17个县市 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 以歼灭性的打击 并摧毁了越军在北部地区 针对中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 1979年3月5日晚 也就是中国参战部队攻占亮山的当天晚上 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 中国政府宣布 自1979年3月5日起 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这个决定也是命令 一直传达到阵地的最前沿 尊此 中国参战部队全线停止攻击 烟旗息鼓 明金收兵 拔债回撤 中国参战部队连续作战17天 对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遣纵深目标 实施了多路的有限进攻 以达成了自卫反击战的目的 来也从从 去也从从 中国的军事记者抓牌了一些 越南边民自愿走自家门送寻的地区 这耐人寻味的表情 看不到一场恶战或军事之状 足以见中越人民几十年的传统情意 是根深蒂固 在中越边界连接的地段上 有一个叫玛丽坡的地方 那里有一片竞速的弘地 当年中国圆越部队牺牲将士的遗骨 埋葬在那里 后来他又添了一片军事 那是中国自卫反击战 对牺牺牲的烈士们的安心的地 那片秋雨和春雨中的陵远 将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共和国有这样一段历史 3月16日 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中国军 没有占越南一寸的地区 没有在越南留意冰冰 这表明 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 所要得到的 只是边境的安全 安逸 安定 和 安宁 用现代的眼光回顾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历史 越南确实是绑在苏联战车上的一名马前卒 苏联为了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六十年代 竭尽全力的支持越南与美国打仗 目的是尽可能的拖住美国 使其现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 使苏联得以在西欧和中东地区加紧扩张 七十年代 美国从越南撤军后 先由越南撤军的国外地区留下的白 这样 还有尽力支援越南控制并入侵了柬埔寨和老挝 八十年代 苏联为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又全力怂恿越南与中国为敌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 外电普遍猜测中国的作战目的之一 是压迫越军主力从柬埔寨回撤 说法是否准确 事实是 越南领导人认准了中国军队的进攻是惩罚性的 而不可能指导河内 所以勤俭越军主力按兵不动 任凭中国军队横扫北越边境潜纵深目标 也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排行中 越南属穷国 其面积不足三十三万平方公里 五分之四为山地 而人口却余五千万 除了湄公河三角洲 是世界著名产道区外 它没有什么了以自卫的资源 国情已如此 加之长期战争造成经济严重衰退 越南太需要迅速转入和平建设 以医治战争创伤了 既然如此 它为什么又硬要往柬埔寨的战争泥潭里跳呢 原因很简单 印之联邦是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况且当时它已有个雏形的毛坯 越南已于1977年下 与老挝签订了合作友好条约 加紧了对这个弱小邻国的渗透和控制 1979年初又占领了柬埔寨 从越南看来 离简老岳三国的印之联邦 此时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这种时候 越南政府断然要咬死顶住 也就必然把制造中越边境冲突 作为苏联支持其建立印之联邦的筹码 当越军在中越边境所谓收复失地时 苏联则对钦俭越军提供大量军援 直至拉上华约国家 要求联合国接纳越南在柬埔寨炮制的韩桑林政权 由此中国边防部队再次反击收复和保卫了中越边境上的 法卡山 寇林山 老山 者阴山 但这一线仍不得平静 越军以连以下兵力 对我军阵地的全线袭扰几乎天天都在进行 在这种全线袭扰的掩盖下 越军也发动较大规模的营以上的重点进攻 越军在这一线的袭扰和中国边防部队的阵地防御作战 延续了整整十年 老山位于云南省马里坡县以南的中越边界上 其地势险要为天然门户 从老山主峰能看至中越分界线南北各二十公里 在老山战场 中越军队长期对峙 双方均构筑了攻势 形成了较完整的阵地绑心 越军仗势适应热带山越丛林的自然条件 自八十年代初 便经常对中国边防部队实施骚扰和偷袖 大致营以上规模的进攻 小致翻牌的偷袭几乎天天都有 偷袭不成便立即在炮火下转入全空 中越两军的边境对峙 近者双方相距百八米 远者相距千八米 由于相距太近 中国边防部队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在兵力部署上少百多屯 最前沿的少数兵员在越军眼皮底下食宿 他们就这样坚持了数 中越双方在前沿附近及人员可通行的间隙地 主要以埋设地雷限制对方的激动和偷袭 随着作战时间的推移 双方埋设的地雷日益增多 有的地区平均每平方米满有数颗地雷 形成了很难识别的纵横交错的地雷区 布雷 排雷成为前沿指战员的主客 中越边界旷日持久的战斗 多维分队的山岳丛林攻防 袭击及反袭击 协同主要是前沿分队与营或连署火炮之间的战斗 作战规模通常不大 但事关国威军威 前沿将士奋不顾身寸土非争 在持续的作战中 在敌我犬牙交错 气象地形条件异常复杂的条件下 伤亡时有发生 他们用生命和热血捍卫着总国的每一寸土地 的确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又一次战斗打响了 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一次边界战斗 越军的来势很凶 但已是强弩之目 原因是靠山在变 苏联新领袖提出了新思维 根据这种思维 武枪弄炮的越南失重了 自1979年开始 越南把中国当作它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军队把中国当作新的作战对象 越南党甚至向全党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 1979年中国军队被迫自围还击后 马上主动回撤 但在边境地区保持一定的军事压力 诸如在我国云南境内的老山地区 敌我双方围绕国界线长期对峙 我军依托坚固攻势 不时向对方实施反袭扰 这样越南始终处于长期的军事拼好中 整个越南始终处在一种全国性的戒备状态 国民经济也始终处于战时体制 中国这种牵制性的策略一直持续了十年 越南也战备了十年 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 也难以安抚庞大的苏联 1991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同年底苏联消亡 东西方冷战已告结束 随着苏联的解体 越南开始自食其与中国交恶十年的恶果 至80年代后期 越南国内规定平均每人每月供应两公斤大米 买一公斤盐要花掉每月工资的一半 而在中越边界战时发生的1979年 苏联给予的援助平均每天为250万至300万美元 这一切都用于庞大的战争消耗 苏联解体了 越南也就无息可喘 1989年9月 越南在没有任何国际监督的情况下 宣布已从柬埔寨全部撤军 其实越军当时并没有全部撤出柬埔寨 余下的直到90年代初才撤出 霸业的梦幻消失了 越南军队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山水间 他们必须正视的是因长期战争而白孔千疮的国家和已经疲惫不堪的人民 而随着越南在印枝半岛势头的收敛 中越边境上也平静了下来 星移斗转 今天老卧人过得挺安分 西哈努克又回到了柬埔寨 越南没有得到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一寸土地 但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实惠 这个国家终于摆脱了万日战争的影响 回到了宁静的平和的建设之中 发生在中越边境上的战事 延年达50年之久 在这半个世纪间 中越两国走过了风风雨 也生出了恩恩怨怨 从生死与共到反目成仇 再到重修旧好 历史绕了一个苍凉的大湾 但也正是历史江流的回旋 丈量出了中国奉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尺度 在历史上 越南曾几度被纳入中国的反目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平定南越 设交旨 交旨奉九郡 南端三郡 及今日越南的北半部 交旨在东汉时赶约交州 从三国到六州 中国移民频繁 南宋时封交旨君王为安南国王 至明朝永乐年间 上将安南置于直接统治之下 越南自古对中国有挥之不去的戒心 对此无需未尊 这是两千年的历史挤压出来的 是几度王朝战争积淀下来的 但二十世纪中期诞生的新中国 却把援助越南获得独立和统一 视为己任 然统一后的越南转身北半时 中国军队教训了他一番 又从原路收兵 而当越南因连年征战 而陷于困境时 中国又洒然的把旧院 洒入浩瀚江湖 中越边境战刑延绵五十年 中国没有因付出血汗辛劳 而索要过一分权 更没有因巨大的军事优势 而夺取过一寸多 古老的长城作证 从封建帝国到老牌殖民国家 从帝国主义列强到资本主义强国 哪朝哪代哪国 可以启迹今日社会主义中国所为 灵气所中 天造地圣 巨峨除暖 大江巨川培植出了清 文明的辉煌进步 浮育出的增度 拥有万里长城的国度 也就有了独立天下贪徒的尺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